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露营的时候它是涨了270点 所以这行情真的会让你赚到笑咪咪 而且你日日都可敬财 所以你要有力量 要加油自己 持续赢 继续赢 哎呦 怎么涨那么高 怎么办 我到底要买什么 我买给你 短线波段 波段一下要断波段是有点 一定很遗憾 一档要花可以涨成这个样子 而且低价外股 实际上已经不多了 但是我们可以利用什么方式帮你赚 就让你日日都可敬财 都可以赚钱 还记得这张股 3363的上权 现在是怎么 涨了这么多 149涨停板 昨天又在节目的时候 盘中节目早点录的时候 特别告诉你 我买136 当充也可以 141 而且收牌的时候还收到136 就刚好我买的136 我都已经送分题给你了 那今天这涨停板是不是应该赚的 是不是很容易赚 你就会怕 所以我跟你说 你不要怕 我会带着你 重新把那个赚钱的分为 会帮你找回 让你人生变成彩色人生 而且这行情真的就是把动作做出来 那怎么做动作 你就跟对的人做对的动作 而且找知道 会带你买在低点的人 如果今天上权 所以我今天才跟你讲 那我不对 你想想看 台湾的这么多的利多MSC 还要调高台股的权重 这个新闻今天大家应该知道 还有最重要 你也知道那亚马逊这么大公司 看中我们台湾的一家公司 3661的四星 KY 5.2亿 5.2亿你说多吗 很多 因为四星本身不过 7.7亿 他就入主了 入股了5.2亿 等于是全部公司都他家了 亚马逊什么公司 全世界都知名的公司 都看上我们台湾的四星 我们台湾的公司 那当然以我们的政治地位 各方面来讲 台湾好像没什么 没什么知道 台湾的好公司多了 他们怕死人 亚马逊都看中 因为太便宜了 5.2亿就买 可以 几乎买了一家四星 为什么 就是细致财 包括未来的市场的需求相当的大 台湾的人才积极 包括你又不想赚 所以我说很可惜 我们的钱都被人家赚醜 尤其你看看台积电 我不是要跟你讲说他创新高 的而已 当然大家知道大盘创新高 他一定会创新高 问题他曾经过 2月5号那天封关的时候 我买六四三 你怎么看待我的 你怎么看那天是封关前 多少人讲 要卖股票过年 卖的股票过年 好过年 钱放口袋 消消 资金放口袋 消消 过完年会怎样 不然你就买不回来了 他是让你走路都有风 连台积电都已经来到八四四的 而且近来我也提醒你 我说有的集中火力一张都不要卖 八四四的台积电 那跟什么有关系 当然 他走着说有风 那他讲什么 就什么 跟他有关系的股票太多了 矽光子 他不告诉你2026年 才会整合完毕吗 那光通讯的股票 难道没有带你赚吗 光线也带你赚过 竟然要带你赚3363的上全 对不对 今天早上连136都没有了 136.5 这涨停板该不该赚 所以说不管你有没有钱 你天天有钱进口袋 当然你短线也可以赚 资金不够的话 你就把它卖一点掉就好了 最主要让你生活过好一点 每天都把有钱进口袋 不是很高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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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买136都没有 昨天买一天就好了 那买个 不然你再参考一下 乒乓一下 一张就可以了 今天不管怎么样 今天你一定都赚的 因为我昨天就刚刚141以上的话 这个地方会给你震荡 141左右会有震荡 你最少给我卖个141 甚至还有人跟我讲说 我们会员还说 老师你怎么变成142家 我说因为他会涨停板 随便你相不相信 反正我这是我会员的亲 跟特别会员的抠讯 我讲真的我这个人不讲假话 而且接着 你看一下我们的动作做的就是 就是把动作做出来 你就可以把钱进口袋 我要你日日都可进财 你要持续的赢继续的赢 因为你已经在跟时间赛跑了 你损失了 从去年到今年 你损失很多钱 对不对 到现在还有人只剩下一两百万的 不是没有一大堆人 当你有赚到钱 恭喜你 因为一百万两百万人 在今年的股市 从去年到今年 2023年到今年 你可以赚的不是一倍两倍 好几倍 那当后面后来居上会先持得点 还有什么股票 当然一定是这档2367的要法 他还很便宜 我跟你讲真的 而且我不是现在跟你讲的 因为法人才刚刚在买 所以说我常跟你讲说 你一定要让法人等着 法人愿意轻松 把你做抬轿的动作 你可以坐在轿上 坐轿是比较轻松对 那你来抬轿是不是很辛苦 但是如果有法人的钱 帮你做抬轿的动作 那你人生还有什么好过不去的 那无遗憾 因为他的钱比你多 你买个十张二十张 他买个两百张两千张的 是不是对他来说很轻松 你呢 你可以变小钱可以赚大钱 这就是我的想法 好了今天 因为我们节目今天就有一个 就雨前同行旋骨真功夫 盘中跟收盘 我现在都是盘中十二点左右先入 为什么 让你见识到我们的真功夫 不用等盘后跟你讲一些盘后话 因为盘后你就跟不上了 盘后有什么好讲的 反正盘后的话 你只要等明天 所以你要赚钱要快 还有所罗门机器人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昨天一定会创新高 那你觉得什么 最早你要买一点中光店 虽然他不是很强 但他们让你赚到钱 虽然你一张也可以赚三千块五千块 今天还来到107 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全体会员在九点钟之前 我一定会有个讯息给我们的会员 现在我也直接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一个团队的重要 包括我们的会员非常安心 因为我们早上九点钟之前 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动作 方向在哪里 因为今天 当然已经过了两万一了 大家都知道 目前你也看到 超过了 21308都已经看到 但是在早上早牌之前 我就会安心的跟持续的买 持续的赚 霸王花和淮珍 要让你升级版2.0变成霸王发 所以现在有人告诉我 老师你现在可以改名叫做什么 不是玫瑰姐姐而已 是犀利姐 很犀利 对啊 因为我跟老师的动作 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告诉你说 我们是一个灵活的团队 我们会为你的钱早想 你来就是赚钱 就像早上的时候 你看美股全面收 你是不是又很一样 怎么都去啊 纳斯达克又创下一个 约新高 今天怎么办 手上没有股票 那就不能赚钱吗 那有股票是不是 是买对股了吗 实际上没有 它是两样 有些股票是没有涨的 你一定要买对股 要买对我跟你讲的股票 有利台股的电子股 当然嘛 就要出头天啊 所以台股当然是越来越厉害 他也除了电子股以后 他健康在轮动 很多股票都还有机会 而且我们又多了一家世界级的公司 亚马逊 亚马逊 大家都知道 入股了3661的四星 所以未来很多 国际地位的公司 尤其美股有很多公司 都会去入股我们台湾的公司 因为台湾的本益比太低了 台湾的公司也太便宜了 所以他就入股了3661的事情 那这代表什么 IC设计 今天神盾虽然没大涨 系统没大涨 但是他今天开门 直接跳空开高 这就是很麻烦 当你知道这讯息的时候 你要买还是卖 拉回找买点 但是今天的确 他不是我最想要买的一个标的股 我今天做什么动作 我今天 就是持续 把我们的上权 就轻松的送你转掌停板 而且是昨天就讲的 不是今天才讲的 那当然我们要讲的话 一直告诉你 今年会让你走路有风 要讲到你之前的台积电 2月1号告诉你 买它就可以走路都有风 就很简单 三大一个利多 那三大利多也都知道的 就一样跟AI有关系 这是他2月1号告知你之后 那时他已经600多块了 多少人那时还在看空 哇600多块是很多人套牢的位置 那这个地方 我就告诉你说 你放心公司会把他接回去的 那结果我们在2月5号就买这个全体的会员 不啰嗦你买就是赚 你资金小你要什么 你不够 你要短线买 最少你买了就会涨的股票 你要买这种位置的股票 就是买了就会涨 买最强的股票 那难道台积电不是最强的股票 当然他是啊 这是之前的资料 最重要是今天 在还没有来到今天创新 今天要来800块之前 还挣了一下 对没错 实在大家都知道 他一定会创新高 828那不是高点 今天他已经超过了 而且最重要的 我们的特别会员 当然这个是一个特别会员 他有个安心 他每天都会心情非常好 因为他起来就告诉我 老是800块了 我说再继续续报 好你就集中资金 买台积电就可以 实在这个人是从 我们2月5号的时候 我就一直告诉他说 你就是买这 因为他比较忙一点 我说你买的他就 哎现在也不少钱了 200多块 两三百块了 真的200块啊 200块的话 买个10张 也很可观 一张就20万了 哎呦 可是到现在很多股票不动的 你也都知道呢 所以他买对会涨的股票 所以我希望你把动作做出来 因为这个盘 你真的看不懂啦 因为你常常看很多 百花齐放嘛 那很多节目都是把那个强势的股票 讲出来的时候 就像今天很多人跟你讲上权啊 你要买什么位置 谁有跟你讲上权在昨天 你才感谢他才是真的啦 包括他我运气也不错啦 我跟你讲股票不是一档两档啊 而党都让你赚钱 还有这档急帽 这是很重要的方向 急帽还记得我最后告诉你一个上车点是 62.5吗 他来到80块的时候 是不是跌停板 跌停板 最后跌到哪里 最后跌到62.5以下 就乖乖的涨回去 今天涨停板了 我要证明是告诉你 我在4月29号 难道这份资料是今天才跟你讲的吗 我说我的新会员照样买 买了这一点 他也涨到80块 又回到这62.5以下 难道我没有送分题给你吗 当然早期我们是买54.5买59 那都已经没有办法来 但是最早来到这边的时候 你再把它看空 那真的是老天爷都会哭死了 这是我们的急帽今天恭喜 急帽老朋友 又涨停板 虽然他没有创破段新高的新高 又回到7字头了 钱就是这样赚啊 就这么简单啊 就这样简单啊 所以最低来到61.7 就昨天5月14号 你说老师昨天为什么没跟我们讲 哎呦 这还需要讲 早就已经跟你讲了嘛 62.5 我不是不跟你说什么 今天涨停板 是不是应该赚得很轻松 你说老师你的点位 为什么那么准 这个 这个 只能说什么 我们都早知道 要买哪里 哪个股票 会有人故意杀低下来 下你们散户 所以你要跟着 了解一些 未来市场的变化的方向的人 帮你做层层的做把关 那请问和粉 你有拉回有买吗 昨天最低盘中61.7 收盘63.8 应该没有人会注意到他 老师这种股票已经破线了 要停损了 我的股票 说实 如果你用基础线去看他的话 你真的会毁了 因为你会看的线行 法人一样会利用线行 在让你怕死力 所以你常会不敢买 但是我跟你讲的点位 都是最恐惧的 但是最甜美的点位 因为你买到那个点位 就最低的嘛 买在一个相对法人问津处 你才有办法 轻松的 坐在轿上 等到法人 或全市场人 帮你歌声 帮很多 新闻台啊 每天都帮你报股票啊 最强的股票 帮你拿出来报 那不是越来越强 所以你要买未来会最强的股票 你就把动作跟着我一样这样做出来就可以了啦 阿索隆不用讲了啦 这个一定准备要创历史新高了啦 140 他现在才创25年新高 125.5 而且我还有 有一次他刚出关的时候 我还救了你一次 我说你先不要买 我这张股票买 不是买涨停板的时候 要买未来会涨停板的时候 71块当然是不可能再 永远都没有 我买了点会很少会有机会来 有机会你要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71块 那时跟你讲的时候 他什么时候再来71块 所以你就不知道我对你有多好 所以大家在想 老师我可不可以 你就把我当作说 4月1号跟你讲的时候 你说 是愚人节 你该不会是愚人节 讲笑话吧 我哪有时间跟你讲笑话 我每天持续 如果早一点 4月1号左右 你买到的所罗门 都还在70块左右 那是最后第二次的黄金买点 因为这张股票 40块左右 盘很久 最少三个月以上 你真的会受不了 不要说你受不了 这种背后的那种辛苦 我都很不知道怎么跟你讲 也不用跟你讲 我跟你的股票不会害你 大概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过程里面 如果你抱太久的 你资金不够的话 你为什么会受不了 所以 我不只要把你买到低点 我还将你做加码动作 你就可以轻松赚 你可以赚很多 不会赚一点点 所以我的股票都会轮来轮去的 像这张股票所罗门 闷死我最少不是三个月 也应该是快半年了 我去年就规划这张股票 跟尼德克操纵的时间差不多 那时每个人都怕死 像我给你害死 很多人 投资朋友在看我们节目 河粉也都在看 这种股票你敢讲 老师你懂不懂 是你老师懂不懂 不是我懂不懂 现在是不是很奇怪 运气很好 就是机器人概念股 而且人家灰达的执行长 那个帅哥唯有 把他请出来logo 就只有所罗门 从那次开始就一去不回头 就脏脏脏脏脏 现在还在涨停板 25年新高 只花一点点时间 你给我 闷死你三个月半年的股票 最后成就怎么样 你赚不停 而且最重要是现在 我们再看看 那时候他不是刚出关吗 被关出来说你先不要急 我再连续三只涨停板 我会买给你 所以我有跟你讲 叫你不要追 他没跌下来吗 绝对有 他5月3号 我4月24号的时候 那三只涨停板就警告你 他目前不会创历史 不会创波段新高 请你稍微 等我一下 我买给你可不可以 我买给你的点位 就是会最低 最少一百块以下 然后我就开始跟你讲过 他要创新高 我叫你等一下 就是因为你的价位 要买得非常的刚刚好 这的确 不是三元两语可以跟你谈的 那你错过所罗门 没关系 我昨天难道没有送你中光店吗 95.5买的时候才5月7 都还有买 甚至我们会员笑说 是我买的比你更低 我说很厉害 可是我冲掉 我说好啊你冲 但最好赶快买回来 我们会员每天看我的资讯 只要是我的交易之下 他都还买更多 还要加码 95.5下去哪里买 所以我特别告诉你 100块左右 加减参考一下 虽然他没有很强 但是这张股票是 我在4月30号邀请你 他未来也会成为主流之一 我要复制索仁门上涨的模式给你 要怎么老师怎么这么弱 你管我 有赚钱就好了 什么时候会很强 有些股票不能乱买的啊 我叫你保留资金的股票 哪一档没有底的 你要想想看啊 但是最少这档 那时候跟你讲说 还有双题材啊 双题材的股票就是 中光电啊 有无人机啊 也有机器人啊 当然最量是所罗门啊 所罗门买不到 我可以买 100块左右 甚至还有 跌到100块以下的 95.5的中光电给你 5月7月都买得到啊 赚不多最少你有赚钱的感觉 天天有那种探紧的主比 也是很高兴的 好不好 昨天还跟你讲 这张股票 就是中光电 100块就也买不到啊 但不管怎么样啦 中光电金还来到107块啊 该做什么动作 都随便 反正都是买 就会 赚钱的股票就对了嘛 你买会赚钱的股票 可不可以 啊什么叫会 会赚钱的股票 就是会涨的股票 不要买 一买就跌的股票 那要套牢啦 你现在哪有权利 套牢 现在大盤是在21000点以上 套牢的时候情何以堪 所以那买对股跟对人很重要 要套牢更不要讲 这个 上全要怕死人 我说 这个是清跟特 对不起 我要跟全理的会员报告一下 我们就 我们清跟特 当然还是要特别的照顾一下 一定不一样的啦 但是我没有叫你一定要来找我 还是跟大家讲 特别会员跟清代会员 我们昨天加码送 除了套牢买了以外 我们又加码多送一个3363的上全 就涨停板 今天涨停板 今天还在142那边还在加码 你说资料拿给我看 你电话留给我吗 你是我会员吗 最少我叫你买136 收盘昨天说135.5没有吗 我在节目还跟你讲说你看着办 我说141那个地方 我才考虑要卖一趟 毕竟嘛 有些人每天都希望有点赚钱 那种活力嘛 虽然一天一张赚个五千三千的 但是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 对象你能 能有一个什么 你能有一个健康的动人嘛 就像不是一样 他现在很健康的轮动 那你身体会不会变得很健康 因为你会就没赚到钱 所以你身体就不好 你心情很不好 所以会让你健康 就让你赚钱 让你跟上大盘的方向 不要每天觉得奇怪 景气又不好 那会不会降息啊 那会不会怎么样啊 哎呀520又要来了 你的问题实在我都知道 所以我直接就换成什么 你就把我的call信带到 把电话留下来 我特别会指导你 应该是说我有操盘手 我有请团队会特别带你 因为我毕竟比较没空 但是如果你跟不上 真的团队方面 你还跟不上我们的操盘手 真的有真的这样子的话 我亲自会再特别送你一两档 这就是免费送给你的 我帮我普通会员也可以 你真的有什么问题 你来找我 但是我基本上 不希望你来参加我清代会员 因为这个我要好好谈一谈 我可不想自己找这么多麻烦 清代会员 你以为你给我钱我就要赚 我说你参加特别会员就可以了 现在特别会员都已经不错了 如果你真的还是跟不上 没关系 一两档股票 我给你特别个savis 这都是小事送给你 不是跟你外面所参加免费资讯 先不用给钱 先带你下单 然后再什么 赚到钱再续约 我不只带你赚到钱 我是亲自还免费带你 这种是不一样的 我不跟你玩一些 搞一些有的没有那种小动作 你想想看谁是谁是最真实的 实际上最后答案出来什么 你这样子被人家搞什么 你以为是捡到便宜 你没有听过一句话 天下真的没有白吃的午餐 人家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 为什么现在很多诈骗集团 他被诈骗的人 就是因为他本身 让你觉得他是你自己人 很便宜 他对我非常好 你什么都给他 我跟你不一样 我们就是一个原则 你不是我会员 我欢迎你持续看我节目 但是误看我的节目 去追高杀低 或是货物跟单 听得懂吗 不要跟单 不要说我说 老师你买139 136 那我现在来买14 我现在来买149 好不好 我从来不买涨停版的股票 我先跟你讲 好啦 上学就这样子啦 是不是很好赚 怕死人很好赚 我也 对啊 所以我说 我干嘛 跟你讲说 你就乖乖的 天天来赚钱 因为这行情真的 你看不懂的 你看得懂 你早在去你就不应该 不应该听那些 有的没有的 什么分析师啊 什么有名的人 台湾先生啊 还有什么 地表最强的分析师 告诉你台积电不能买 500块 这现在我都不要讲谁的 还有很多牌 忽多忽空 所以你会怕嘛 我这个 你记住 要华是145 是历史的高点 索罗门 一四银都快来了 这都是老朋友 我的老朋友 而且2020 我要跟你讲说 他买都回来了 三倍赚 你要是要说 三倍赚是不是涨三倍 也可以这样说啊 随便你怎么讲 反正他就是一档 非常有 可以让你今年非常 走路也有疯的股票 我还那时热情邀约你 那亚华当然今年也是因为他有贴上AI的一个相关概念股 对不对 所以说实际上台股 你单单看一样东西就知道 为什么亚马逊要来入股 四银呢 虽然金额看起来不多是5.2亿台币 但四银的股本只有7亿而已 7.7亿喔 所以代表台湾的股市 台湾的公司 有很多好公司 很便宜 但那个技术 那个人才 他买这个就够了嘛 而且我们台湾又很勤奋 不像外国人动不动就要休假放假 我们是人家不是说 我们台湾的工程师 基本上很辛苦 都是卖干的耶 所以赚钱是应该 代表我们很勤奋 很用心 所以我们的品质 是超越全世界所有 因为这种工作很累嘛 而只有我们台湾人才愿意做嘛 好啦 这药华也是跟AI有关系啊 低轨卫星啊 所以你现在看看 有没有看到 我那时买在这边 是不是18.4的时候 现在还涨 我买的时候还有点高 我那时候说 哇老师都是5块多涨上来的 对 他已经涨了百分之 现在快一倍了 今天还没涨停板了 但是早晚的都为什么 在法人的情义相挺之下 我们等很久 等了三个月以上 甚至很多投资 有些是勾表 老师在说要顾啊 三个月会很久吗 如果现在换三个月之前 谁会跟你讲要 好啦 大家看外资买在30块 所以现在很明确的 外资的成本就是30块左右 所以如果有回测 为什么昨天我要买31块 当然昨天我是现买现赚 而且之前我是买在这边 而且公开跟你讲的 买就对了 买就对了 老师越来越高 我买19块 买过21块 叫你买 22块叫你买 现在法案买更高30块 所以你只要跌破法案成本 找我买给你 不要自己乱买 因为现在目前有这个行情 你不能等 你要天天进财 我不是跟你讲吗 所以方向一定不能什么 不能等待 你这边可以等吗 24.6跟你讲的时候 也等很久 等了半个月 你才赚不到一倍 很可惜嘛 所以现在有个方式还不错 波段短线你都要赚 像耀怀这个波段的 你当然什么 你悶死这么久 你当然要赚更多啊 但现在短线也很好赚啊 对不对 这个都是之前的资料 昨天买31块 就这样子啊 9.5块 5分 节目 昨天是11点半给你做节目的 我查了很清楚 耀怀是9点20分 还来30.5分 所以这档股票我赚的是不是应该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抗讯的时候 全体的会员都通通有 那清代会员跟特别的会员 我们当然一定要特别的不一样 给特别的你 谢谢你支持我 但是我是不是跟你讲真的 我们的会员都会赚钱 但我没有那个什么大小眼之分 都没有了 实际上你看家我的会员 一定可以日日都精彩 但是你一定 要把动作做出来好不好 包括我们如果你这边 常常有心脏不好啊 我心装没什么好啊 老师我会怕 我会怕我恐慌症 那特别请你参加我特别的会员 我一定诚心诚意的 包括我会有责任 但你把你之前所没赚到的钱 加倍奉还给你 因为这行情很热 热到你会怕死人 我跟你讲真的 所以接着 这是之前的资料 那这以前的资料 都送给你过二月份的一档股票 说实在也等蛮久的啊 所以这地方怎么可能 这地方会把药滑放掉呢 随时我准备要带你赚 这档股票越来越好赚 我只要跟你讲 但是请你不要自己乱跟单 比如说老师你这样讲的话 我来买好不好 他历史高点在145块 那他会不会跟索罗门一样 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 是你要把动作不断的赚钱 学习怎么样把赚钱放在口袋里面 这样才是你可以要做的事情 因为否则通货膨胀非常严重 所以很多人都说这景气不好 大家都很节省 而且很多公司也在收起来 会不会在说什么服饰店的时候 因为那个传统产业没有变化的 当然他没有未来性 你要找有成长性的公司 我永远帮你找有成长性的公司 所以你的股票一定要这样子 就这样简单太弱留强 换到最强的股票 那什么叫最强股票 是由我来跟你做一个挑选的动作 虽然今天我不会再公开 我们今天会员的一个讯息 因为今天我们会员很开心 所以明天或许我会把资料 再跟大家做分享 下一条老师 我哪都探紧你 所以你错过上权不要忘记 我清跟特今天有一档很重要的股票 不会输上权的 我们已经热情在邀约你 而且我们已经陆续在上车了 陆续在上车 所以这个地方 我昨天如果没有送你就算了 今天当然这种股票 特别保留给你 还没赚到钱 你想确定要太弱留强 所以股票就是一直都不动 那它都不会动 不会动我就帮你赚什么 我帮你赚 第一个有两个方式 因为有些股票 它的确还时间没到而已 时间没到 你就什么 就可以考虑短线多做一点 我让你多赚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保留一些未来会很强的股票 如同像以前的要花在20块的位置 闷死你三个月 你卖掉20块也买不回来 所以现在就利用什么 利用你持续天天让你进财 持续赚钱 甚至很多人有时候他真的钱也不够 买多一点多赚一点 你用你的小钱可以变大钱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错的话 这个电话请你打通 080037088 记住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专线 这个专线叫做进财专线 天天进财专线 好好知情做个把握 也祝福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在本股操作的过程中 总是追涨沙跌挑错标的 在股票市场中 我们拒绝继续当韭菜 获利是我们的目标 涨停是我们的期望 告诉你法人资金动向 跟着强势股转一波 让股市霸王花和淮珍 带着您与钱同行 带着画面 请大家再来看看